哈囉大家我簡直 先說一件事我跟許柏魚原本就沒打算吃那些雞 至於動手殺老實說真心不敢 我上期製作自己的食物自己夫夫蛋器開箱這塊片的時候 收到了一些雞好可憐的留言 他有為動保人士傳了相關的法條過來 大概是說動物是不能在家裡自己繁殖的 不然就會違反動保法第22跟22之二條 他說自己是一位理性的動保人士 不知道這條法律有經過查證試用在雞身上嗎? 我做影片的初衷是自己快樂同時也可以帶別人歡樂 如果又能帶一點教育意義那當然就更好啦 我當然不希望因此就違反法律 既然有疑慮那我就來查證查證吧 不過在播電話到動保團體之前 我想預告一下我之後會分享兩個故事 一個是我非常喜歡動物銀之石 講述畜牧學校的生活 其中一個部分是講述動物不成食物的看法條式 另外一個是被迫結束七百條流浪狗生命 被冠上台灣女屠夫污名的女人故事 廢話不多說現在我們撥打電話到動保組織問問吧 估動學會您好請直播分期號轉接鐘 喂你好 喂我想請問一下就是 民眾可以在自己家裡面就是用敷蛋器然後敷雞來吃嗎? 敷蛋器敷雞啊 嗯這樣子 那個我不太清楚欸 還是我可以給你動保處的電話政府單位 好啊好啊 喂 台北市動保處你好姨姨 我想請問一下我可以自己在家裡面用敷蛋器敷一隻雞來吃嗎? 這樣有沒有微動保法 請問一下你是住在台北市嗎? 我不是住在台北市 我在那邊服務是在雲林 我還是建議你直接聯絡雲林那邊 雲林那邊有動物保護主管機關 每個地方法律不一樣嗎 或許會有 或多不少會就不一樣 在台北市就可以嗎 欸這個 我這邊是總計的 我還是要幫你轉其他相關單位 我是建議你先跟他那邊詢問 如果真的有需要 你再打他 喂 從一索尼囉 我想請問一件事就是 我可以替大家有沒有負擔肌膚一隻雞來吃嗎 這樣子會不會違反送保護 你當下也說這樣子啊 應該是沒有啊 因為就是有人跟我說 洞保法22條或22支2條說 不可以自己在家裡面繁殖動物 那你等一下我幫你轉 再加關於業務課 對對對 謝謝你幫我轉 喂 防疫所您好 喂 我想要請問你我可以 在家裡面你自己用負擔肌膚一隻雞來吃嗎 你是有沒有違洞保法 沒有啊 沒有 基本來就是 基本來就是肉用的啊 那我想問一下就是洞保法裡面有22條 跟22支2條說是 就是不可以自己在家裡面繁殖動物 有包含雞在內嗎 還是那只吃特定寵物 因為它上面 然後那個只有蛇跟嗎 我們那個沒有雞 喔那個沒有雞 那我請問一下 我跟你講話這段錄音 我可以放在網路上嗎 可以啊 你可以放啊 可以是權利啊 好 謝謝謝謝謝謝 好的 大家也聽到結果了 不能在家裡附機顯然是個假消息 洞保法22條 以及22支2條 所約束的是全貌繁殖 或許這位提出建議朋友的用意呢 或許是像那些提出機很可能的朋友一樣 是想勸我不要吃那隻孵出來的雞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說說動物與食物這件事情 現在我們來看一段人與食物豬的故事 豬講了八圈 他就讀大蝦以高級農業學校 農業學校一定有實習的課程 這次他們實習養豬 當然也是從小豬開始養 然後也好不意外就被超Q的小八戒 們的門道 看來說動物小豬都很萌啊 連豬都不意外呢 很快呢 豬腳就發現有一隻豬特別弱小 母豬有很多奶頭 那越後面的奶頭 分面乳汁就越少 弱者就只能去吸吻 最後面靠去屁股的奶頭 造成弱者更弱呢 搶嘴更強 看到其他豬都吃飽了 豬腳受不了 就想把小豬搬到比較多汁的奶前面去 但小豬的性質是 他只要認定 他就會持續待在惡劣的環境裡面 這豬排名第八 豬腳的名字呢 因為他有八這個字 所以他忍不住再起這隻豬來了 名字應該不重點吧 總之因為這個緣分 豬腳居然想要替這隻弱小豬取名者 欸 取名真的是大忌喔 周圍面一直開始勸他 不要衝動替肉取名啊 如果真的要取的話就取豬肉飯吧 這樣才不會對豬肉動的真感情 八圈就接受這個提議了 抱著豬肉三天的生活 豬肉指教啦 之後來一群學長說 欸 請問什麼時候會把小豬肉培根喔 老師就說 三個月 哇 豬肉長的豬肉真的很快 每多久呢 他們就不像小時候那麼可愛囉 這點好像所有動物都一樣 但是作為食物的動物 似乎就更加明顯了 豬肉飯呢 還是跟以前一樣競爭不過別技術 八圈又看不下去了 就使用作弊大法 直接給豬肉飯一桶收水自己吃到飽 豬肉飯第一次對八圈微笑 八圈就對食物淪陷 暑假八圈就開始認真打工 一個月後呢 八圈回到宿舍 他逛了一圈豬舍後突然發現 豬肉飯變成豬啦 本來就是豬啊 才一個月豬肉飯就變成呆呆呆呆呆呆呆啦 這時候老師突然出現 什麼呆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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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豬的體脂肪是15前後 男性的體脂肪是10到20 男性的體脂肪是20到30 人類比豬還要更豬啊 一個月來豬肉飯有什麼變化嗎 沒有變化 還是到處受豬欺負 老師與中心堂說 再這樣下去會因為體重不足 湿舍變得很便宜喔 原來豬在買賣的時候 被分為5個等級 頂級、上級、中級、下級跟等級外 八圈一定要的豬肉飯的評級 大概是等級外又受不了 等等 八圈!老師是故意講給你聽的啊 等級外應該也沒關係吧 不論豬在肥菜還是會被賣掉啊 不過八圈或許還是希望 即使最終變成龍 也希望豬肉飯是最高等級的豬肉 之後八圈開始查讓豬變肥的資料 問到家裡養豬的朋友 他告訴他一個新的方法 水龍法 班上的同學來到豬舍時發現裡面傳出了奇怪的聲音 原來八圈拜託老師讓他特別來照顧豬肉飯 大家開始勸他 你感情放太深了啦 到時候沒辦法別理的 八圈說 如果我什麼都不做 我會後悔的 接著八圈就開始調配水龍飼料五隻肉飯吃 等待凌晨三點還在跟女人 C訓LINE 只有雲之池的動畫主角凌晨三點起床餵豬 八圈擔心其他的肥豬會搶豬肉飯飼料 所以硬是生了兩桶出來的另外兩隻豬吃 其他的同學又來了 朋友們慢慢討論小時候替家裡的牛取名的事情 結果牛被充出去時每個都酷稀滑啦 原來之前農家的小孩都有過這樣的經驗 結果他們也慢慢習慣牛是食物這件事情 是什麼時候把寵物跟食物區分開來的呢 一個禮拜過去 八圈每天堅持凌晨三點起床 一天比一天還憔悴 這天八圈已經餵豬 餵到累到再打瞌睡 他就感覺豬在拉哈 下一次喊了聲 助手喔豬肉飯 認了一下 不是豬肉飯 只是看了所有豬 好 才發現豬肉飯油脂這程度已經跟大家沒有分別了 豬肉飯一週前是81公斤 八圈一週來不眠不休地餵飯 居然把它餵成90公斤 這太近人了 問了老師等級 老師說雖然不到上等 但也有中等 八圈正高興 老師就說該出貨 八圈雖然心情沮喪 但是跟朋友在一起的時候 還是很努力地假裝自己 一點都不在意豬肉飯 突然間 廣播又傳來有棉被烤乳豬可以吃的訊息 八圈當場充足 雖然是動畫 但這隻豬肉烤法實在太犯規了啦 八圈突然想到一個辦法 變成素食者不就不用再煩惱了嗎 這時候朋友默默拿出牛肉串 看來八圈這輩子都不可能吃素了 早上八圈在食堂吃咖哩 聽到有人說 噢咖哩飯還是配豬肉最好吃呢 聽到有人談論豬肉火鍋豬肉飯 八圈聽了心情雖然很複雜 但還是把豬肉咖哩給吃了精光 某天早上八圈發現出社裡的豬特別吵 豬飼料朝上居然都沒有飼料 老師說今天不用餵了 因為明天安排好出貨 為了解體時保持清潔 就會讓豬的腸胃空一點 終於要分別了 女孩對著豬說對不起 讓你們肚子餓 八圈整腦袋一片空腹 沉默了好久 八圈終於說話了 我買了 老師說這樣大小的豬大概要三萬日幣 買了以後怎麼辦呢 會像寵物一樣愛他嗎 養了地方呢 撕掉了錢呢 你畢業以後誰在照顧這頭豬 八圈說 我要買 但不是買活的 八圈把暑假打工賺來的錢都拿來買豬肉飯 凌晨三點 八圈已經習慣這時候起床 決定最後一次幫豬刷洗身體 在幫豬肉飯先刷洗過後 正想要幫別隻豬刷洗 豬肉飯吃醋了 扯了扯八圈的衣服 八圈說不要這麼小氣 我等一下再幫你特別服務 說完他正想要把他抱離開自己 扯完發現自己已經抱不動他了 和豬肉飯的衣服 與豬肉飯所有為意 唱那間全無限鬧鐘 八圈不禁感慨 你們的生命真的很短暫 早上呢 所有的豬都被叫上貨車 豬肉飯被做了一個特別的記號 八圈想要再摸摸豬肉飯 豬肉飯卻已經被趕上車了 八圈對司機鞠躬 希望他能善待豬肉飯 最後豬肉飯變成51公斤的肉 最後八圈來到加工室 將豬肉飯做成了培根 做成培根的過程很辛苦 手也很酸 外行人把51公斤的肉調味好 並不容易 八圈說自己一開始也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但做著做著 忽然開始有些釋懷了 培根開始煙燻 朋友說好像葬禮一樣 想起了自己的父親 除了這疑似 就像豬肉飯的葬禮 我會好好品嘗 當作供養豬肉飯 還在等培根熏好 鐵手油帶來梨鍋飯 傅佳琳帶來偷腸豬肉飯的腰打雞 一群人把腰打雞烤了 豬肉飯最終成了名副其實的豬肉飯 嗨大家 我簡直 看完這影片你是不是能有疑惑 食物跟寵物的區別究竟是什麼 如果一直去觀察的話就會發現 裡面明明就有八隻豬 但是卻只有一個豬肉飯 八軒不管對豬如何好 也只能對其中一隻好 其他的在八軒眼中仍然是食物 因為人的經濟跟荷包有限 一隻兩隻可以 八隻 別開玩笑啦 還記得小熊年腳我跟我媽去雞探子馬雞 看到雞蛋黃被殺掉時 我偷口說了一句好殘忍 雞飯阿姨一點尷尬 然後我就被我媽媽來毒 我明明一直有在吃雞肉 那為什麼我看到他在殺雞的時候 我卻覺得自己比較高尚 沒有這些辛苦的畜牧業相關能源 我們哪來這些營養價值高的蛋白質呢 跟一個動物科學去研究所的朋友聊天時 他說了一些我覺得很值得分享的話 在他們活著的時候 善待他 要犧牲時快速準確避腦他們痛苦 吃的時候心存感激好好吃乾淨 就像片中的八卷一樣 讓經濟動物的時間變得更好 我是簡直 下集見